我觉得说在这个地方可能还要请各位注意一下 就是我们的页码 例如说在插入底下这边是不是有一个页码 我们大致上都会放在页面的底端 例如说选这一种 那最好是有一个统一的设定 例如说选到这个文字 选到这个字 有看到预设 预设它就已经是Times New Romance 那这边容我再多花一点点时间跟你们分享一下 英文字不是有A real and Times New Romance A real这是我们大家可能会使用的一种字型 这种字型用在标题 如果说其他的内容文字都是用Times New Romance 那你们想要知道原因吗 A real它是称底文字 称就是称在那个称 就是它是有装饰过的文字 那Times New Romance它是无称底字 无称底就是它是以清楚为目标 因为它字小 字小就要清楚呈现 那标题字要大 大就要美 美就可以多做一些什么有地方处有地方系 A real它就是Sense 它就是Sarif字形 稍微知道一下这个概念就好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不是特别要要求 而是理解这些我们做起来会很愉快 好例如说这边我们用Times New Romance 然后预设是不是10点字型大小 这样的话关闭夜守夜吻 我们是不是就会有这些自识的 另外假如说我们今天画一个表 画一个表格 我跟你们分享一下 假设我今天在这个目的这地方 我画一个表格 插入表格 假设我今天我插入这样子的表 这样一个表格好了 通常我们针对这个表格 我们会去定义表格的内容 首先我们先观看一下 通常这个表格我们对齐的 整个表格是至中对齐 可是你左边右边至少要稍微短一点 就是有时候我们会去控制这个栏 例如说左边我的宽度是6 惯用的栏宽 假设是设为6 然后下一栏也是6 也就是说我两个都是6公分 6公分 或者是我两个都是7公分 就是假设我先设 先设 好 例如说下一个也是7公分 好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把这个表格来去观看一下 哎 滑鼠右键 表格内容 7公分看不出来 那我们改成6公分好了 然后下一栏 确定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至中的表格 这是第一个 对不起 可能要多一点 那再来就是我们表格 表格 因为通常我们去设定一个表格的宽度 它蓝是6公分 那高度啊 假设我们是要放照片为目的 请问照片的话是不是 呃 例如说6比4 那个比例 请你稍微知道一下 所以我们就会去设定列的高度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 滑鼠右键 然后接下来这边 我们可以去设表格内容 然后接下来我们的列的高度 指定高度 例如说4公分 4公分 还有 我觉得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地方 有些人他插入一张图片进去 那个表格就跑掉了 那个 你们都深受其害吧 我们要固定 就是 就是我要那个图片放进去 我不要再动来动去了 那么太麻烦了 好 怎么样去锁定 只是一个案件的事情 好来 滑鼠右键 滑鼠右键 然后表格内容 这个表格内容 然后接下来针对表格 针对整个表格的选项 选项 然后请把这个关掉 这个自动调整成内容大小 我解释一下 电脑有时候我们资讯 资讯科学家 他们用的字都是 能省就省掉 请问一下 什么自动调整成内容大小 例如说我现在插入进来的图片 图片自动调整成内容大小 请问一下 我图片假设很大 我要塞进去 图片不会缩小 图片就这么大 它不缩小的 因为它这边打勾了 我不要它自动调整 我的表格我就固定这么大 这样可以了解 就是你图片塞进来 我不会 因为没有打勾 不会调整成内容大小 就是我图片 图片就是图片多大 我要同比例的 等比例的缩小到这个表格里 就这个按键确定 确定 你看哦 像我现在我先插入一张图片 插入图片 好那例如说 我就随便举一个半例图片 插入进来 你看它是不是就是在这个框框里 不会再扩大了 可以了解吗 本来不是这样子 本来那个图片 它整个把你的板 整个都跑掉了 这样大概可以知道我在讲什么 那通常 通常我们这个下面 可能就会想说 去放那个图片的说明 好 例如说假设这个叫菊花 那这个字其实我觉得 这不用我讲 我们都应该知道 一定是至中嘛 对不对 好 我觉得这不是重点 那我再插入一张好了 插入图片 好 例如说 我其实可以多插入几张 它真的都不会跑掉 真的 它会依照 就是锁定我的表格 我刚刚只是为了上课方便 所以我取那个表格 大概就是 例如说六公分 你应该 久了 你大概就会知道 大概久了 你大概就会知道说 这个宽度 这边应该要取多少 反正就不要取刚刚好就对了 就是让别人知道 这边有一个表格存在 好 例如说 这边我叫火山 好 再插入好了 插入图片 水母 插入图片 吴伟雄 好 那这个字 这水 水母 然后 好了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哦 我要跟各位分享一下 这条线 请把它 就是 隐藏起来 不是删掉 是隐藏 那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可以透过设计 设计里面 我们可以去 这个 手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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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说白色 然后就把这边 画一下 它就没有那条线了 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这是为了那个 图片跟我的文字 确保排版的一个方便性 我只是 我只是要告诉你们说 因为 我现在打只有两个字 可是你们打那个 解释那个照片 绝对不可能只有打两个字 三个字 你可能 你可能打在它下面的时候 会整个影响到那个 框 就是 我会觉得 为了排版方便 你还是把它分开会比较好 可是那条线是不应该存在的 好 好 谢谢大家